第一步把膜放上去,第二步把这个开关给打开 好,这边了 然后第一,弄膜的时候把膜去背面 放好以后,膜有两头,一头是开的,一头是折的 然后开的,朝那边 然后从这个,经过这个铁杆 经过这个铁杆,然后再从铁杆上面往上走 然后再经过 这边穿膜的步骤,全部都在这里贴了 看我这视频也可以 然后按着这个走也可以,最好按着这个走 好,开始 好,然后经过这个上面有针的打洞的 经过这,然后再折上面又穿过去 里头有一个压杆的,然后拉过去 拉干去以后,然后再往前面这个活动的 活动的拉上去 拉上去再往上折 好,然后再把盒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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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角 这个角 然后这个一片膜 放在最底下 一片膜放在最底下 然后拨膜展开以后 然后这个膜放在最底下 然后折过来上面 然后把它折在这个板上面 然后这个球折过去 好 折过去以后 然后又折回来 折到这个底下 折 然后又重新折到上面来 好 折好以后 这有多出来的一个角 然后就一直这样 慢慢慢慢地把它拽过来 这几个步骤 一定要细心地做 慢慢地做才可以 急不了的 一次不行第二次 第二次不行第三次 熟练了就可以推出一点 让你快一点 好 这下面弄不住了 然后就把这个打开 把那个里头 这个有一个角 然后把它拽回来 好 这就可以了 好 弄好以后 把这个膜放在这个杆上面 把它放在这个杆上面 好 这两个上下一样刀 弄好以后 好 弄好以后 然后这个膜如果太短了 然后你就会要调这 调窄底 然后看实际你的东西有多宽 放在这个 然后再就调多大 好 调完以后 然后就把这两个 这两个膜放在这个嘴巴里 放两个袋子上面一下 然后这个地方打到手动 打到手动以后 我这个是几点按下就几点 然后退上来 就是弹上来了 然后按送膜 送膜这就会走 这样子 好 送膜好以后 送膜好以后 然后你就按切 然后再就切一切 然后再就出来一条 然后再送膜 然后再切 然后这就已经切完了 那再多出来了 多出来的时候 然后从这个地方 从这个地方下来 从这个过去 然后再从这个上面过去 然后这个里头有个盘 然后转在这上面就可以了 这样子呢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这样子呢 看到没有 我自己冒 好 好